二二零零一副社區電台 來 五年標題民白的 請給人家出席 想要無意驚歹生 愛好心來大禮拜 我們現在看看 您剛剛看到的這一位 是我們立法委員邱錘珍 他唱這一首叫做《望春風》 不過在18年前的12月10號 那個晚上 也就是美麗島事件的時候 他因為唱這首歌被關了五年 這才講的是一首歌 關五年這才是真的非常高的片酬 OK 不過我們到底 美麗島事件是怎麼樣呢 我們今天請到幾位來賓 不過等一下再介紹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美麗島事件 1979年12月10號 警方在高雄陸續逮捕了 違反戒嚴法的施明德 黃信介以及于登發等人 這個舉動 不僅把當時台灣民主運動的精英 幾乎逮捕殆盡 也造成黨內外的高度對立 今天美麗島事件已經滿18年了 當時參與美麗島事件的罪犯 今天也成為虎虎身風的政治明星 看來歷史似乎已經還給他們一個公道了 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那個事情 那個冬天很冷 我記得那時候 事實上整個台灣 那時候面臨剛好跟美國斷交 事實上 停止了那個公職人員的選舉 事實上那時候整個社會本身就風聲鶴唳 因為在那之前 1977年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 那時候開始就是說 每個人在探討 台灣是不是要回歸到本土的路上來 那時候很多有關中國這兩個字 大家開始質疑 因為那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 替代了台灣進入了聯合國 所以那時候事實上 美麗島運動只是說一些台灣的知識分子 以及本土的精英 他們試圖就是說 替台灣找到一個出路 那美麗島事件當天晚上的事情發生 絕對是國民黨的陷阱 沒有錯是國民黨的陷阱 可是這個民眾啊 我們看的是很普遍的 有這種反抗精神 那這個是難得了 因為國民黨的這種白色恐怖之下 台灣人已經是三四十年不敢站起來 那我覺得可能就是到美麗島 當天晚上來臨那個時候 你可以看台灣人的那個 就是一般群眾的那個意氣 這個意氣一直在升高 我想很多人在那個時候 一定會覺得是絕望的 但是我一生最大的特長就是 我拒絕絕望 是的 您剛剛看到的就是 民進黨的這個前任主席 施密德先生 我們今天也請他到現場 這個施委員 你好 你好 那麼另外呢 我們也 當然就是剛剛我們那位唱歌的 這個邱主席政委 邱委員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還有呢 我們請到當年的這個 辯護律師 律師團之一的我們的油親 現在已經是為縣長 油親 油縣長 你好 你好 這個歷史呢 這個說起來是很反諷 這個當年的這個美麗島事件 大家都是接下球呢 結果後來呢 就變成了 反而是整個台灣反對運動一個 整個這樣子變成 當年的接受者 現在都已經是座商兵 所以整個的美麗島事件 一定十八年了 當初還是出生的人 都一定變成人了 不過這對於台灣很嚴重 這歷史意義是不是這樣 當然 所以這 從整個的美麗島事件的 這個歷史的定義 是不是這樣 市委員先來跟我們講一下 我想 這台灣戰後呢 你看起來呢 其實發生了一些事情 但是真的會影響到整個台灣的政治 經濟 文化 社會 其實只有兩個事件 是 是兩個主軸 一個主軸就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 這個讓台灣一代的精英 喪失戴盡 台灣開始走在白色恐怖的時代 外來同志者的氣焰高漲 一直這樣 所以那一代變成說 世代人家都跟小孩有錢沒錢 有錢沒錢沒錢沒錢 沒錢沒錢 只能聽而已 那麼一直 就是這樣持續下來 一直到1970年代的末期 才又發生了美麗島事件 是 美麗島事件在當年看起來 通常掌權者一看起來 一開始取得了勝利 鎮壓了反對運動 民主運動 這改成說這樣煙消營山 事實上那是一個轉捩點 經過18年你就可以看起來 當年美麗島事件 政團所有的主張一一實現 走到今天 外來的勢力 當權者的力量下墜 人民覺醒 人民的力量上升 其實通常在這個情形來說 我們大家都說太過分的 在虛擬化 通常說 十二歲去走 就是把它認為是美麗島事件 其實我們講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世代 應該從1970年代的末期 那時候台灣的新的 記得中產自治台灣的新的 第七分組 在地球民主法 要改關台灣的可能的 可能陰與約約的 兩發的問題 接著開始 然後到了美麗島事件 前那一兩年當中 做這個法 從過去個人的單打獨特 開始比較集體的運作 開始出現做這個 開始有整體的共同的政見 就是所謂的黨外的黨 對 無董名的黨 無董名的黨 無名的啦 無好名的啦 其實有哪一個黨 對 就是一個黨 這個階段做這段 有共同的 共同的理想 然後第二部分是 美麗島事件當天 那是一個 能夠保守力量 跟新興的力量碰撞 其實說起來 現在如果沒有高雄事件碰撞 新興的地方 無修的地方碰撞 一定會發生台南事件 發生台南 台中就變成台中事件 還是台北變成台北事件 這個歷史一直都是這樣子 接下來就是大省 是 其實夠有像大省的意義更大 那時候封閉 美麗島雖然四季 每一季都有 有這麼十分 但是要還是有限 不像大省開放 開放的地方 把消息 全台灣人民共同在上一個 歷史的政治的 是 廟門的共同上課 大家全國都在上課 大家報道都來 一半 兩半 三半 我們有幾個辦 你說 律師說的話 畢哥說的話 是 檢察官說的話 法官說的話 都在這上面 所以真的 這是台灣律師 從來沒有過的第一次 全國的集體的政治課程 對 所以這個整個 我是另外一種角度 因為 我在這個美麗島發生以前 我在20年前 我在德國回來 做律師 是 但是在25年前 剛才德國附近 西拉 歐洲的西拉 西班牙 葡萄牙 是 他都按一個專制 維官的通締 專變作為一個民主 他這段旗艦 剛才這段旗艦 剛才一直在推翻 推翻 推翻 我認為德國讀書的時候 每次報紙電視 甚至十字 都是在討論一個主題 就是 怎麼在一個維官 專制的通締 專變作為一個民主 顏道病就是說 維官 跟專制的通締 是怎麼通締人民 是 我是認為說 用一個比較的觀點 你所謂的人類 不管你是白人 黑人 或是紅人 對眾人 誰都誰 都是要要求民主 要求人權 都誰 是 如果做一個歷史的比較 你按十九世紀 第一次世界大臣以前 十九世紀 第二次世界大臣以前 譬如我們說像 德國的納粹 西德蘭的納粹 是 他那個通締的方式 跟文書審判 跟政治佩下的方式 紅色新聞 控制軍隊 是 控制客業 會進行 都要進行 國民黨 在台灣 在中國通締 完全是 所以政革這個比 這個政革的 我可以說就是 做這個比較 歷史比較 第一次世界大臣 第二次世界大臣 這段基幹 所有的專制的通締 不管你是在歐洲也好 是在中國也好 或是在台灣也好 都受傷 毛色都受傷 方法都受傷 還有一點就是說 這個民主的專程 就是說 維官 通締 專制民主的過程 二十年前到現在 完全過程 都沒有什麼大差別 不過最大的差別就是 因為正在國民黨的政權 是外來的政權 他這個還含 以前的 德國主義在通締 在日本 其實是英國在印度 或是法國在非洲的 通締方式 還有幾六步就對了 是 這個你看到比較的都受傷 不過有一點就是 剛才市民主委員所說的 我很讚好 就是沒有 一九七七七九年的 這個美立後的孫子 還等一兩年 有哪會發生 是 因為我們的第一點就是說 我們的地式 和主信 現在大家都 國外廠在照 生理人也好 立法生也好 國外廠有主信 全傳進去 所有的這個 公佈的技術 不管是沒有傳電 或者是電視 補助 這些主信 都已經開放了 開放了 人 對這個民主的要求 有更貼心 哪有說可以 可以忍受 說 在台灣 通締三四十年 四五十年 那時候四十年 像這種專制 外來政府的通締 雖精革的這個美立特殊 這是歷史的必然性 就是 一定會發生 發生的就是 不過我們這個 國外廠那時候 為什麼要為了一首歌 來給我們破五年 因為你是從事這個 非常草根那時候的這個工作 我以前是 我們先休息一下 之後 再請我們這個國外廠 來跟他說 到底為什麼要一首歌 要給我們破五年 OK 歡迎再度回到現場 我們今天談論的是 從這個美一島事件 來看整個台灣的人權狀態 不過我們剛剛 在請教我們的這個邱委員 您為什麼當初 會為了一首歌呢 然後又被判了這個 五年的這樣徒刑 我想這樣 當初 唱歌那時候 那個晚上比較是有在 唱唱蟲子 我是向民生街 民生街主席的名人 那時候 他是做總主持人 在上面唱歌 他們的氣氛很壞 所以說 我未來都遇怕 那個晚上發生 這個遇怕的時候 那時候 我拿著唱一條望春 都看 那個時候 氣氛 可以說 所以說我去唱 唱到一半就 讓我踩到 唱什麼歌 現在你開始 要成功 還要唱什麼歌 就讓我踩到 我想 不是只要唱一首歌 我笑是聲音 那時候 其實我是對市民就走 他做我們的總主持人 他在理會對總經理 我是文選幹事 那時候 他經常叫他高音 他經常叫我們高音 他現在看高音 也跟我們做理會 他的心情 他以前的我的老闆 你還看老闆 你還看老闆 我看老闆 不能老闆 他說 他在美麗堂上是對他走 他都設計一些活動 他做總主持人 當中美麗堂十幾個生日廟 設計很多大型活動 我就把它倒床 我去打 我就設計一些歌謠 我唱歌有興趣 所以我就設計一些文選 我看老闆 我看老闆 或是說 這裡辦活動 所以說 美麗堂中共有辦七百個大型活動 還有南大大 其中 高雄四驚 那天是比較大的大型活動 其實也是都 我們前主席 市主席的設計 所以那天 照說他在美麗堂 嘴虧 他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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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所以不敢講話 不敢講話 從那裡我抓到時候 我抓到時候 我記得我抓到 今天我生人 這個特務因緣加興趣的時候 說到市民中 把他抓到外面 抓到外面 抓到外面 那時候 那時候 今天有人有人說 你那時候 當然不是說 全民國堅持不來死刑 他 我聽到的 怎麼想 出審 扶判都判死刑 出審扶判 但是經過 軍事審判法 死刑和武器都要 總統批准 甚至以前 莊甲兵副司令 那個案件 也判死刑 但是中介石 批一個支 所以一支 就只把 支和蔣介石 死掉了 都不接刑 但不接刑 之後 他跟 中介石死刑 改造武器途刑 不過我們為這個歷史來看 為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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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事者那些 街下球 現在大家都已經變成 一個 每一個幾乎都是政治明星 他們背後到底是代表什麼樣的 這個力量 其實這段世界不只是台灣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都是這樣 那個領導整個 新政策的 要結束古時代的 這絕對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群人 你可以看明顯的 看著 美國在時代的時候 以前的 就單打獨鬥 你也可以去檢驗過 在那個時代 沒想要做集體的運作的人 到今天 他已經沒落了 是 你可以看出來 那是潮流 你要做一個 自己要做一個政治巨星 可以 但是你要推動一個運動 一個大時代 別人說你要推動民主法 你要推動人權 這是大客庭 這不是客庭的人 可以完成 所以這些人 當然從那時候 高安折瀏 從青哥 郵青 館長 都要回來 都也是那時候 都有理想 有抱負 還有能力 所以就這樣一棒結一棒下 所以這很自然的選擇 所以我們要請教 郵憲人講 我們就是說那時候 後來就是說 因為你經過這個整個大審判以後 你自己才決定去從政 你是第一個去從政的嗎 就是當初的這個辯護團律師 我先說兩點 其實在台灣的這個 人權或是政治 或是法律的發展的歷史 拿來跟 世界各國 歷史的 某個改動的這個發展的歷史都受傷 不過我們台灣 一向是日本人的50年的 十分通締 殖民統治 那國民黨 我們是50年的外來 政權的通締 是 你要用印度 或是非洲 或是台灣十分通締 通締 是 這個模式 通締者和比通締者的模式 跟反共的模式都受傷 對 都受傷 還多一點就是 所謂他們在這個 這個 德基斯世界大臣 政後 他那個 專絕通締 還有專編 像我們說 德基斯世界大臣以前的納粹 或是 義大利 的那種專絕通締 然後後專編 或是 我說西班牙 葡萄牙 和西拉 是 那個專編都受傷 在差不多15年前 美國總博士金大學 有一個威爾辛 總統的 威爾辛的研究中心 專門研究中南米 歐洲 這個 維管通締 專程 做為民主通締 他們做出來 做出來的模式 現在在對焦台灣 這三四十年來 都受傷 都受傷 完全受傷 人權的發展也一樣 人權的發展也受傷 比如說 墨西哥 墨西哥發展以前是 一棟獨大的維管通締 現在墨西哥在 一年前 他的總統雙棋也是改變 墨西哥市長也專變 那是怎樣 所以 獨裁者 獨裁者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離開這個歷史軌跡 有人類的歷史 就一定有獨裁 歡迎館 有一個政營館 跟政自由 政民主 能夠社群對立 對立 我記得說 那當時 譬如說是西冰鐵 邀家文 王姓戒 我們現在的 柔垂症 他們那當時 都是參加了 那時候的民主運動 他們就是一世人 奉獻給台灣的民主運動 那這人 只有在生 他一定是 從頭走到尾 是 在全世界 民主運動 走到一半 獨製 一半 一半 縮起的 那種 所需不少 差不多 百分之十 都是一直煎 煎到民主一直煎 那第二點 就是說 其實 你現在在說 我那當時 剛才二十年前 剛才回來 我就看得很清楚 很清楚說 這斜棒牙 葡萄牙 希臘這個鑽便 我在國際學生的時候 參加法律師的研究 研究 希特勒的納粹黨 他怎麼用修法 來做政理補礙 所以這是怎麼跟你的 引起 所以我 米歷島 他們在辦十集的時候 我寫 第一期 是姚家文寫一個 愛國倫 潘國倫 是 我前面做律師 在法院 律師的休息 剛才姚家文 是 我跟他說 現在不是 愛國倫跟潘國倫 是人民有低控管 低控管 對 他總給我抑過 我寫 我寫第二期 那個低控管 那六月 六月 米歷島的事情發生之後 中央一步 用 政局大片 來評論 我的評論 現在說 我給米歷島政團 有判斷 極兵的理論 是 理論基礎 事實上 不是我 不是我給他們基礎 本來人在歐洲 就在討論政府 就有這種抵抗的問題 他們那個抵抗的問題 他們那個抵抗的問題 是在 北國憲法 基本法的二十條 第四項 他們用憲法的條文 跟明天說 人民有抵抗的問題 是 那這以外呢 他們在 憲法還沒收到以前 他們在 1968年 他們的憲法反應 因為說 加速 法律 還是政府 來佩下他們的問題 違反政治 人民有抵抗的問題 所以就是二把也不用去給他守 但是那個是一個 最後不得已的手段 就是 經過 所有的這個 司法 或是行政的 求疊的定屬 通常沒有辦法 人家改靠才有抵抗的 是 我寫一批文書 之後呢 他們在哪裡抓人 那時候 我就抓一批 抓了 聽他們說 那時候要打 書部還是小書部 大販尾 還是小販尾 大販尾 我百貨才來 我寫兩批文書 還有另外一批文中 在四季 寫說 丹這個人權 法庭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那時候 還是在那時候 在那時候 有消費文書的人 什麼 不過 他那時候我 那時候我所應的理論 就是一個 這個 在國際的很出名 在納粹時代 哈利波大學的教授 叫做Rotterbull Rotterbull 他那時候 他 他 他先提供 提供館 來提供這個 納粹的 勃請 他比聽 聽到十二年 十二年 他那時候 有一個公法 就是 惡法律法 不是 惡法 違法 是惡法非法 那時候 他將這個理論 講到想清楚 有實在實踐 去反對勃請 所以 你那時候 寫這筆文書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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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他算算 說大概 大概我有寫 沒想說我沒寫 沒寫 沒寫 不過我們就是 我們要問 我們這個國議員 就是說 那時候這個人權的情形 其實是 我們看到這件 這個電纜 我們有用那個 就是 那時候的人權 好像雞蛋一樣的 這個脆弱 從事政治 真的是非常的脆弱 我像那時候的人權 實在是 全無人權 可以說 沒有人權嘛 就是說那時候 我記得美麗島以前 我一天感受到金鐘 我看 是主席的感受最親 我們驚訝 驚訝 驚訝 驚訝後面一定幾個台 就沒有車隊 走來走去 哪有什麼人權 日式休息 差不多就睡覺 我 在美麗島的時候 你驚訝 我馬上去 我都覺得這樣 所以說 每天想說 每一天一定 我百花裡面排 其實基本上 隨時他要來這裡坐樓 才會称賞 那時候 那時候所有的 中途這裡的運動 都有一種感受到 有一種理想主義 我們是要為一個 大人人的理想 有一個大人人的 大理想 要健康理想 隨時放在那間 或是称賞 都很開心 這是跟我們 事勞大學 來講實話 他以前都叫 理想主義 那時候整個運動就是這樣 我們都 都是這個理想 這個看法 所以那時候沒有人權 但是我感覺 這個 是沒有人權 走需要紀念 國際的人權去 對 所以意義特別大 是 國民黨也 創一個 天路 沒有人權 跳跳下去 我像這樣 所以這個 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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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是 台灣軍官學會 學會後 學會後 台灣軍官學會 這個會長 我們擔憲 馬上就要來跟我們 交一次 我們大家做會討論 我們先來休息一下 馬上會來請擔憲 就是現在台北市政府的 陳局長 社會局局長 陳局長 不過你也可以這個 等一下可以 跟我們一起討論 我們的討論號碼是 027476002 休息一會兒以後 馬上回來 OK 我們現場又來了一位 這一位也是我們 市民主席的這個妹妹 應該是妹妹 我們是我們丹局 丹局長 你好 你好 現在叫陳局長 是...你好... 是 不過我們在美的特殊 我先請教我們這個... 我們市委員就是說 那個整個陳局局長的 扮演的角色是怎麼樣 沒有 他投入台灣的民主運動 事實上比我還早 沒有還早 只是你在坐牢 對 我當然 你老大的 那個小群組 他是比我早 我一直在... 所以他是從郭雨昕先生 跟秘書黨起來 早一回頭 是 那麼來了一個 他一直變成是 整個黨外 或者整個主選團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成員 一個叫... 秘書團裡頭 一個很重要的成員 差不多 不過醫生一定是 一定是獻給... 獻給台灣 這裡大家都是一樣 我記得 我是像春節一樣都很大 因為我們年輕人都不知道 他串年轉台灣 看他這樣哭中... 我說怎麼有人會心這樣 是 我們一些年輕人 邪當中 我記得他以前都...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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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他以前都...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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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大多數的台灣人 也不會去感受 就說... 我反恐 或是說我追求自由民主 是我們人的人權 也沒有人這樣想 不過我想在那個時候 有很重要的... 說... 很多政治犯的家修 很多政治犯的家修 他們差不多在那個時候 幾乎讓社會把他們放散 包括我想在座... 我的老大的士兵 我想... 沒有人去關心政治犯的家修 宋政人外加修在那個政行之下 在那個時候在台灣 很多外國的記者 外國的朋友 外國的學者 包括透過海外的台灣人 他們共同對台灣人權的關心 在那個時候 我們才知道 在國際間有一個人權團體 就是AI MST International 就是國際特色組織 國際特色組織 有這個組織 這個組織 他們開始說 在台灣這個地方 有這個人權 讓台灣人知道 我是比100個人 有反恐的管理 我是覺得在那個時候 開始台灣人這麼想說 原來人權 台灣人也有管理 來享受人權 我想是早年來說 我想是完全都沒有 之後當然 政府台灣在那個時候 可以說 在一個輕薄的年代 當然是沒有人權 幾乎是沒有人權 但是我是覺得說 民主的發展過程 跟這個時候 1999年 美國的事件 包括以前 以前 那樣的阿伯的年代 跟這個時候 我們來看 台灣的政治人權 的頭盤 可以說 頭盤 美國的事件 聊天 包括美國的事件 那個時候 所提出的 很多政治的理想 我想現在都已經實現了 對是 所以已經是有很大的 不一樣 所以說 十八年以來 包括做人權的工作 從小年到中年 在那29年 我是覺得有很大的感情 很大的感情 很大的感情 這是委員 是委員 是委員官的觀念 我... 那時候我剛... 第六個剛出來了 是 很清楚的 那時候黨外談的 開始 助選團成立以前 因為大名是民主法 大名是國民黨的貪污無能 大概在1978年的 左孫團成立的 委員官這個觀念 比較開始加一筆在民主運動 台灣的... 台灣的東話運動來 比較出現人權 所以我記得 我負責跟副總會設計 這個... 那邊定義 那邊定義 人權的定義 還是什麼 當前面第一個序言 我們才提出來 人權的概念 不但政治人權 像剛才你說的 AI、MNES、International 那時候說的 都是政治人權 但是又加上我們 經濟人權 社會人權 是 所以今天這十幾年來 我們現在大概可以看到 政治人權的部分 有很大的進步 但是經濟人權 跟社會人權的這些部分 譬如現在一個細分 那個婦女人權 兒童人權 環境權 頂頂這些東西 我們實在還有帶努力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也很高興 從人權概念 開始注入了 反對運動的新命脈之後 一直到十幾年 是 我覺得沒有成就 這個人權的 都是 地球社會財政 之後 這個人類 尤其是反對 像中國的納粹 是 還是希特勒 還是 這個 義大利的摩索尼尼的政權 法西斯政權 是 之後他們中 所謂的科目 科目 科目有對的 人有關 就是包括自由館 以前有一個分離法 就是 做一個人有 消極的身分 就是自由館 有積極的身分 就是要參務 參政館 另外就是有積極的身分 就是要在做 應該人 做一個人的基本條件 應該有尊嚴的生活 就是有關的 這個 社會福利 還有環境 那要在美麗島的 歷書的 編和團 這些人 有繼續延續 因為他們那些人都 算是順順順順順順 你們這邊 怎麼延續他們的人權 不過在處以前 在處還沒發生美麗島 事件以前 是 我都有參加 我剛才回來做律師 差不多是幾十年前 有參加 比較好幾歲 有一個 平民法律服務 是 那時候裡面 參加邀家文 林彥宏 那時候都是 平民法律服務的律師 是 那時候本來就有參加 那時候目的就是 要替母親 去 情法院 保護他們 人 包括他們 包括一切 為他們來義務 來編和 那時候有這個 平民法律服務 發生美麗島 事件之後 我們來參加這個 編和律師 都是那時候參加 平民法律服務的律師 所以他們本身 本來就一定有 一些人權的觀念 本來就是 在做這種人權 尤其是這個人權 佩派 那些是 對學生團體的人權 潛海 的法律保護 不過現在我們 一定有很多觀眾朋友 大家要來 針對人權的部分 我想 我們讓他 讓大家來 做一次 跟我們做一個 討論一下 因為這個 美麗島事件 畢竟就是 我們台灣一個 非常重要的 歷史事件 來 我們現在來接受的是 土城的黃先生 主持人 你好 你好 我們民進黨的市民先進 您好 您好 這個人權是 你們二十多年所選出來 請這個 我 是我們民進黨的 但是我們是 很誇張 是 但是今天 國民黨 會 拜託這樣 就是出一個 這個 蔡壁房 是 你一定說的 我們專門講 人權就好 好嗎 好來 我們下面一位 台北的林先生 林先生請說 林先生 林先生在線上嗎 好 我們木炸的 林先生請說 林先生 主持人你好 各位先生你好 我記得 美麗島的時候 我好像大概 快二十歲 那時候我很好奇 我在問 不過我家裡就四大 都跟我說 小孩不要說 我說的危險 有什麼 所以 所以我覺得 這個人權很重要 我們如果不在線前 這樣走 是 我們 聽說 我們這裡四歲 都不知道 是 以前的時候 我在看的時候 就是一個一個官僚 不能去問 不能去說 是 不過你們這是用四名換來 用青春換來 所以我很欣賞你們 那些人的精神 好的 一斤了解你的意思 你非常欣賞 好來 我們下一位是盧州的何先生 何先生請說 主持人你好 你好 今天我請問那個陳菊女士 公商的廢除 跟這個人權的概念 請這個陳菊女士幫 是不是有衝突就對了 好的 沒關係 我們已經理解您的意思 我們等一下 就請我們的陳局長 來跟我們談談 現在目前 其實我們有一個重要的 一個話題就是 目前 反而今年 台灣人權被列為是黑暗年 怎麼會是變成這樣子呢 這個概念 我們休息一會兒以後呢 馬上回來討論 OK 歡迎再度回到現場 剛剛我們有一位觀眾朋友 特地提到這個 台北市政府廢除工艙 這樣子是不是也是違反人權 其實這個我們也有一些這個 整個的過程 我們也理解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這整個的過程 是廢工艙 這樣整個過程是怎麼樣 為了沉重的包袱 工艙姐妹們排隊輪流 祈求阿扁 求他高抬貴手 放他們一條生路 雖然台北市議會上個月 通過了工艙管理辦法 通意給予工艙兩年的 廢艙緩衝期限 不過陳水扁仍然表示 會再向議會提出 立即廢艙的覆議案 因此讓姐妹們的心情 由雲端跌到谷底 而再次地大聲請求阿扁 不要逼他們走上絕路 隨後工艙代表們 拿出準備好的釋迦摩尼佛像 想要進入市府送給陳水扁 隨即遭到門口警衛的擋架 不得其門而入的工艙姐妹 這時候卻因為 路過民眾的一句不要臉 因而氣憤地追打這名女路人 在警衛與自救會義工的排解之下 這名女子才安全離去 工艙代表們表示 為了家庭和生存 就算被人罵不知羞恥 他們還是要繼續陳情 請阿扁留給他們一條火路 是的 我們手上有 這個台灣人權報告呢 是認為說有幾點的是 比如說跟台北市政府 比較有關係的是 屬於人權的不好的部分 比如說45號公園 一定地的這個強制拆遷 還有對青少年實施 宵禁以及這個 強制廢除工艙制度 這搞不清楚 為什麼廢除工艙制度 現在是一種屬於反人權行動 你們這樣做 第一個就是說 到底性交易是不是一個工作權 我想事實上 全世界的婦女運動 都是有爭議的 那今天台北市匯除工艙 請大家不要忘記 這是議會對於整個台北市政府 嚴格的要求 是在市議會之中 議員要求陳水扁政府 一定要匯除工艙 要不然陳水扁市長就是 台北市最大的色情業者 所以我想在議會的 這個強烈的執行之下 阿扁市長同意匯除工艙 然後把台北市管理工艙的辦法 送到議會去審議 然後經過一讀二讀三讀 我想至少當時三黨的議員 都沒有意見 所以台北市管理工艙的辦法 才匯除 匯除以後 我想我們台北市政府 就沒有法言的依據 那所以當然工艙就 這個辦法就是匯除以後 就是公告一個月 工艙那當然就匯除 那你如果照你 你在哪一天為了人權在奮鬥 你覺得匯除工艙算不算是一個 違反人權的一個 沒有 但是我是覺得 站在我國人的立場 我是覺得台北人 任何一個殊世的人 殊世的人 他任何一個困境 我想站在我的立場 我當然是殊世優先 站在我們應該有的支持和放棄 但是問題是 現在限界大 到底 我想站在社會局的立場 匯除工艙 也不是社會局 因為主管機關是警察局 社會局是說 你這個工艙 我不管你過去這個人 你中屬什麼樣的職業 你主要是台北市獄生的父路 我都有正義 要幫你幫忙照顧 是 這個工艙是不是存在 我站在我現在限界大陸 就說 在父路團體裡面也有正義 是 因為說到底這個工艙 如果他面臨生活的困境 他面臨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這方面要幫他照顧 但是會不會除工艙 當警察局有經常局的習慣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議會 限界大都沒有什麼樣的習慣 但是我覺得今天限界大 會除工艙 已經不是那麼單純 都變成沒有什麼樣的勢力 沒有什麼樣的政治勢力在較勁 如果是站在我社會局的立場是 俱勢優先 如果這些父路資源 不管他過去總是什麼行業 他今天不能睡覺 社會局就有正義幫他幫忙 是 所以這是我想站在我這點 他是不是違反人權 就是要有一個定義 就是說到底性交易是不是一個工作權 工作權 是不是工作權 如果性交易是工作權的話 那今天就是說 台北市政府過去曾經 給予發執照給他們 那今天 匯除他們 那我想這個應該有一些好的處理 但是現在工艙的要求是說 要緩衝兩年 說還有兩年之後 這個東西就說 你一個工艙的管理辦法 剛廢毒 那馬上市議會 又馬上立一個法 要求廢毒兩年 這個東西 在執法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有一些困境 這當然是 我們台北市政府 警察局的問題 是 但是站在我的立場就說 如果父路資源 對於性交易 是不是工作權 有那麼大爭議的時候 站在我們的立場 那我想我們當然就是 如果這些弱勢婦女 有關需要協助的地方 當然我們要協助 但是要不要廢除 那議會通過以後 會台北市市政府怎麼做 我想那當然 不是我現在我的 外執權也當表達 所以我現在警告 市委員就是 我們知道這個 像14、15號公園 一定地的這個強制拆遷 你也其實也有去關心 那麼這個 這樣子把人民從那個地方 這個整個的強制拆遷 這樣一個過程裡面 你那時候為什麼會參加 是不是覺得他 他跟人權 這個部分有什麼違反嗎 其實對14、15號公園 我當時也跟很多人一樣 只是關心 我們希望 我們基本上沒有人會反對猜 只是要求說先安頓獲猜 這個大概已經社會有共識 我也其實也僅是一切的程度 不知道有一天早上 那邊發生了 有一個老人民上吊死亡 那當局警察說 你過來陪我過來看一下 所以我才這樣子 才參與 參與的第二天 因為有些老農民的問題 所以我才馬上邀請輔導會 台北市社會局的官員 最後來在我的辦公室 進行協調 後來你們看到的 說晚上的那一天告別 就是那一天 他們要求說 我們要告別家園 你影響的時候可以來辦完 所以我就去了 是 我覺得說人家的煮火鍋 人家住幾十年要離開 做個告別晚會 我覺得這應該的 不是 那時候大家 我去的時候都搬了 是 已經搬完了 是 我是這樣想 所以有法律 執法呢 法律一定 執法一定要堅定 這沒有錯 但在執法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有一些人性的部分 是 所以人性的部分 應該要怎麼樣的處理 其實就是 他來找我 其實我覺得很好 我們台北市政府 是指定民進黨的執政 希望我來協助 關於人性的這部分 叫前主席來幫忙關心 我想這樣應該是很好 到最後變得這樣 我是覺得有點遺憾 算岔開了這個問題 但是我想 我是在這個規定裡面 當時進度下 那個 市民的政主席 他的 他的規定裡面 尤其是那個 老農民自殺的時候 在共同的關懷 但是我想我在這裡 必須要拿去 說十四十個好公共的 拆除 我想 台北市政府 因為他是公園議定地 這些人 都是在公園議定地裡面 他不是合法的 所以這個不算人權 我想就是說 不是 那就是說 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說 這三百六十戶的弱勢戶 我們市政府有沒有照顧 是 那我相信這是 消費局的政院 我在這裡 可以把所有的人報告 這三百六十戶 會這些浴世 會這些農民也好 或是老人也好 我想 台北市政府 都優先使用所有的住院 包括貧宅 包括貧宅 住宅 國宅 包括成租成購 所以你認為基本上是已經有 基本上我想我們已經做了好的照顧 已經有做一些 所以 但是說你拆遷的過程 當時要求說 要緩 緩衝拆兩個月或幾個月 我想 當時我想站在台北市政府 這過去 十幾年 二十幾年 每邊都一直言 都不聽 我想執政有執政的痛苦 是 執政有執政的痛苦 但是我會看到 我們要依法執行 依法行政 但是我想台北市政府 因為我們一個執政就是 俗世照顧好 如果這些 讓這些弱勢戶流露街頭的話 那我想今天我們當然違反人權 如果這些弱勢戶已經享有 優先來台北市其他隊的福利支援來共 我不認為這中間是違反人權 OK 好 我們有 這個問題裡面我先簡單講 是 就是說 一個政府的執法 應該允許在野者 或者其他民意機構的監督跟制衡 這個習慣民進黨 我們一直一直在堅持這樣 所以不應該把所有來鑑讀 來責任的這些民意機構 認為是在跟他作對 我想這是我們大家都要學習的 這點我倒是很憑慮心 要鼓勵 這點我要鼓勵 好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還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因為非常多要鼓勵進來 我都在家裡台南 等會兒不要讓他 在我做 我今天先跟他接一下 我們再請教其他兩位 來 我們這一位是 我們這一位是台北的陳先生 陳先生請說 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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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我想要說的就是這個領館 這領館 跟教育有些關聯 是 因為當初美職總抓過的時候 差不多全台灣姓 百分之九十二人都說他們十二 說起來一句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這個教育的問題 是 因為現在台灣人已經 外來政權的國民黨 搞得像白癡 是 是 所以你認為他是因為 當初這個教育 因為沒有做好 所以大家都對人權的觀念來沒有建立 懂得您的意思 好我們接下一位台南的劉小姐 劉先生請說 好謝謝齁 應該是有人要肯定他們才對 我等這個不算什麼 我首先要感謝你們這些前輩 為我們台灣這樣付出那麼多 尤其是陳局長 他一路走過來這樣子 那麼偉大的女性 走過來都是這樣子無怨無悔 那關於剛才在說的這些公倉的問題 在我個人認為是 其實一個腐敗的國家 他要重新來健全這個國家的時候 重新站起來 一定會是要有相當的付出 但是我覺得說不要怕 我認為說我們對的話 我們就去做 我們大家這一群人 我們都支持你們 好 而且我一個黨 我感覺到說要健全的話 大家一定要核心 尤其是我們民進黨 我最近我這一年來我好 好的已經理解您的意思 我們讓下一位講好嗎 因為下一位中立的廖小姐 廖小姐請說 喂你好 我那個對你們之前所做的 都持肯定的態度 但是我希望說1998年 就是掃除貪獨年 我希望說你們對於這個人權 就是因為那個公務員貪獨 對於我們來講 就是浪費我們納稅人的錢 所以說我希望說 這是綠色執政的話 就是說大家聯合起來 找出貪獨 謝謝 好的謝謝您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請我們這個 緊急未來跟我們 就這個人權的問題 我們希望能夠再 大家再進一步的這個努力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以後呢 馬上回來 歡迎再次回到現場 我們知道這個 整個18年前美麗島事件的時候 的人權概念呢 還沒有那麼發達到現在 已經非常的這個講究了 在整個的過程裡面 我們今天討論就是 當初的人權狀態跟現在的人權狀態 最後呢 我們剩下幾分鐘的時間 請思維來跟我們 就這個人權部分 我們是應該怎麼樣 再繼續努力哪些部分 現在在經過18年以後的 美麗島事件18年以後 大家對於人權的期待 已經超脫了過去的自由權參政權 現在最重要的是一個 比較弱勢團體的最根本的 最基礎的人的尊嚴的生活 所以對社會福利呢 我們要投資更多來照顧這些 更需要照顧的人 這些人權呢 是大家的矚目的焦點 是好 我們謝謝友情縣長 請邱委員 我希望就是說 在18年前因為唱歌啊 因為出版紀念專輯 出版50幾個歌的收集 那麼就被關 那個時代啊 就唱歌 寫文章 講話都被關 我覺得那個時代應該過期的 我覺得政治的人權應該有進步 但是呢 對於這個金鐘人權 一臉死了500多個 這個要注意 還是做不到 對 社會前 剛才我們陳吉大姐講的 陳吉長講的這個婦女工作前 婦女前 活動前都做不夠 還有一個是環境前 我們他的環境破壞得太厲害了 環境破壞到這種程度 是我們都要關心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應該從政治人權 關心到社會前 工作前 各方面的問題 是 謝謝我們邱委員 我們今天就來 謝謝 我想人權是一個永遠的追求 人權是永遠對執政者不滿意 人權也是永遠必須受到一個最嚴格的監督 那我想過去我們從一個人權的追求者 人權的工作者到現在也有開始 人家也是用同樣的高標準 要求我們來認真對整個人權的認定 我想這一點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好的環形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對自己的檢驗 但是我只是說今天 人權是我永遠的追求 我想作為今天我在台北市政府工作 我不會因為我職務現階段所扮演角色的不同 我放棄我對人權的堅持跟追求 我想我只是說但是我了解到整個執政的困難 那只是我想我願意用別人對我們高標準的 一個人權的要求 用這樣來要求我自己 我做得不夠的地方 我想我一定會繼續努力 謝謝 好 要不要先換我們美麗多數 怕整個老婆來講話 這個人權的概念 其實我想過去十幾年 對人權還是台灣民主法 還是主管獨立的捍衛的部分 我想我們都應該持肯定的態度 但是這種肯定的態度 並不能作為我們鬆懈 繼續努力的藉口 人權的確是要不斷的追求 對當權者不斷的鞭策注目 所以我現在反而要求民進黨的所謂執政者 以前我們在野的時候 我們怎麼監督別人 所以今天我們執政了 我們就應該坦蕩蕩的接受別人的監督跟制衡 痛苦是應該的 困難是事實 但是如果你怕這個痛苦 怕這個困難 你就不要執政 所以我們要堅持我們的理想 一步一步走 今天在這裡看到施委員 感觸兩度 我記得美麗島事件的時候 我是一個隔壁生 我怎麼在美麗島的現場 我有看到 看到一直在震報 那時候我也是一個概念 就是我記得 還有一個很好笑的笑 就是我曾經去訪問一個 也是美麗島事件的一個 美麗島雜誌社的一個成員 那時候我問他說 你如果要這樣歡迎政府 結果他跟我說 你大學就知道了 大學結果很多人都走 真的走一走 不過這整個的事情 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幾位這個 先進前輩 為我們台灣的人權 犧牲這麼多 那麼我們看來就是說 因為你們的犧牲 讓我們整個台灣的人權 不管是在觀念 或是在想法上 都已經有了很長足的進步 真的非常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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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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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所以你現在藝要唱我都沒問題了 我相信應該沒問題了 像我唱歌曲也有問題 唱歌曲 我有一個機會 現在做美麗島口述律師 我想很多美麗島的史料 散據在各地 我想如果有的人 我希望他們能夠提供出來 我們最後這樣要交給 中央飲酒院來點唱 要交什麼 你交我的基金會可以 交我的立法院 我聯絡得可以 所以直接打電話到立法院 你也要照實名得可以 我有很多你在坐牢時候的信件 那對 對 還有他寫 都應該好 所以這樣就要非常 對 很珍貴 非常珍貴 我們現在 我現在昨天已經跟中央 NGM的胎使所籌備處 簽約了 這個將來我們都給他 是的 是的 所以要請我們大家幫忙 努力 後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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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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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